《第一財經日報》 堅決救市關乎經濟大格局 2015年7月9日互動A02為了應對證券市場的大幅震盪 有關部門的維穩舉措已持續掃天 效果還有待觀察 但市經驗正在積累 昨天 證監會又在加碼救市力度 出台政策限制上市控股股股東和高管人員等減持股份 兩行則表示 將繼續通過多種渠道支持 正金公司維護股票市場穩定 受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借倫股市短期內罕見的深度回調 不僅淪陷了散戶 也深套了機構 救市的聲音此起彼伏 與此同時 反對救市的聲音也頗有代表性 比如認為目前沒有金融機構陷入困境 所以不需要救 更把贊援 IPO 的舉措施違反市場的招數 這些觀點若純理論探討倒也有可取之處 但放到當下緊急的現實中多少顯得優質 當前中國資本市場並不成熟 無論是機構的投機傾向 還是散戶的風險意識 亦或市場的監管水平 都有值得改進之處 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都活該承受股市暴跌 甚至崩盤的懲罰 尤其是市場並不總是完美的 它也存在失靈的情況 這次暴跌中出現的恐慌情緒 非理性的撒跌多次出現千古跌停的局面 絕不是市場的自然調整所致 對這種情況 政府出手干預西零的市場意不容辭 年輕的中國證券市場相比歐美的成熟市場 當然需要學習對方的長處 但放任不管顯然不是後者的長處 2008年 面對國會議員爭議是否需要出手拯救金融危機 美聯儲主席白南克說 金融危機或許最開始是從金融市場崩盤開始 但很快便會蔓延到信貸市場 引發信貸凍結 如果本週我們不能迅速行動 那麼下週一 美國就不再存在現代經濟了 中國金融機構資金是否受到連鎖強評的威脅 相關報導早已有知 不是要等到銀行受牽連流動性高級財產陷入困境 近幾天 中國香港股市以及海外中泰股的暴跌 患有國際大中商品期貨的下錯 以及人民幣的貶值壓力 都已經出現風險加劇的端危 危機一旦發生 再行救急 恐怕為時已晚 或者是倍功半 多小市場人士不是憂慮救市太早 疑是感態救市偏慢 當前一些原本重磅的救市舉措 沒能起到預期中的作用 也表明是太緊急 還需要加碼的組合權財能力玩狂難 正因如此 中國當前應該其次鮮明地出手救市 鼓舞市場所有的參與者的士氣 告訴他們 別方 有國家做後盾 一切都會好起來 所謂救市 其核心並非救助心肚其中的投資者 也不是恢復快牛的特徵 而是要恢復公司趁G 增長的信心 斬斷風險蔓延的全道路徑 維護我國金融系統的穩定 成熟的資本市場 穩定的金融秩序 這是確保我國經濟行穩志願的基石 正因如此 中國其次鮮明的出手救市 是為了穩增長 保民生 確保實體經濟不出現難以預料的風險 更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創造機會和條件